自疫情以来,中国领导人鲜少踏出国门,所以他一旦出访就会受到瞩目,并且被视为向东道国施展魅力攻势。 习近平的欧洲之行首先来到了浪漫之都巴黎,尽管这里安排的第一项行程并不太浪漫。 在法国总统马克龙以及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共同参加的三方会谈中,人们看到中欧关系正在接受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 然而我们也看到,东道主马克龙将习近平这次在法国的访问行程安排的是十分丰富, 不光有双边政治磋商,企业界论坛,还有名流云集的欢迎晚宴,以及各种参观项目等等。 连大雨都无法阻挡他们在比利牛斯山观光的热情。 据说这里是马克龙外祖母生前所居住的山区。 看到这里,很多人可能心里都有一个问号,那就是中国和欧洲之间的关系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 马克龙第一任期内的外长德勒里昂曾经对他说过,习近平不是我们的朋友,但也不是敌人。 也许这句话能够概括目前欧洲对待中国的复杂心理。 各位好,欢迎回到DW德国之声中文YouTube频道本期的德媒怎么说。 从法国到塞尔维亚,再到匈牙利,习近平访问欧洲选择的几个国家传递出怎样的信号呢? 面对中国领导人的魅力外交,欧洲人能不能保持清醒呢? 欧洲阵营内部在面对中国时,是否也存在着双重标准呢? 本期节目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德语媒体对此的分析评述。 首先我们来听听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在与马克龙和习近平举行完三方会谈之后的新闻发布会上是怎么说的? 南德意志报记者Stefan Cornelius发表评论指出,冯德莱恩为什么会采取这种对于他来说甚至是有点不够外交辞令的表达方式,宣誓坚决捍卫欧洲经济利益的决心呢? 文章是这样写的,既然有防卫的动作,那必然是先有人发起了进攻,而这一攻击就来自于中国领导层的出口政策。 即以倾销式的价格把国内产能过剩的商品推向国际市场,造成的结果就是竞争扭曲,尤其是在汽车制造、环境科技和钢铁等关键领域。 文章指出,长期以来,欧盟一直难以痛下决心,但冯德莱恩现在的这番表述足以说明,欧盟委员会将不会继续容忍不平等的贸易关系,也将会引入惩罚性关税。 而另一边,无论是在此前的肖尔茨北京之行期间,还是此次访问巴黎,习近平的表述都显示出了中国想要重新建立世界权力秩序的坚定决心。 习近平期望对他所认为的敌对阵营和军事同盟进行分化瓦解,并且借助中国的市场威力打造一个新的政治秩序,以取代西方主导的战后体系。 作者认为,经济政策则是习近平创造依赖和制造分裂的最重要杠杆,他此次欧洲之行就是民政,他在竭力拉拢的国家包括扬言要有更多战略自主的法国,以及公开与欧洲阵营和美国叫板的塞尔维亚和匈牙利。 对于自诩高瞻远瞩的法国总统马克龙来说,习近平的一番奉承可能让他听来格外受用, 但是作为一个欧洲人,一边面对着欧洲家门口的战火纷飞,一边又要对付自己阵营中的右翼专制主义对手,马克龙必须要抵御中国的挑拨离间手段。 显然他已经意识到自己所处的两难境地,否则就不会邀请冯德莱恩来参加共同会晤了。 面对美国和中国这两个经济超级大国,欧洲似乎总是受伤的那一个。 一边是制造业产能逐渐地回流美国,另一边则是受到补贴的中国产太阳能电池板和电动汽车涌入,挤压欧洲企业的生存空间。 尽管如此,作者还是认为,在同时面对乌克兰战争,欧洲议会选举,特朗普可能卷土重来等诸多挑战的当下,并不是一个开辟新战线的有利时机。 针对中国产品的反倾销程序,看起来已经是势在必行,而它所带来的后果可能会是一场无法控制的贸易战。 来因邮报发表评论称,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有关捍卫欧洲经济的呼吁来得恰逢其时,但要付诸行动却绝非易事。 作者Antia Heunin写道,要想采取行之有效的捍卫行动,欧洲还有一些欠缺之处,首先是缺乏团结精神。 马克龙期望能够对接受补贴的中国电动车征收惩罚性关税,但德国总理肖尔茨却担心此举会引发北京的反制措施,从而重创德国汽车工业。 一旦涉及到大众等德国公司的生意,德国对法国的团结友谊也就到此为止了。 而习近平此次欧洲之旅的行程安排就是分化瓦解的象征。 离开法国之后,他访问的是亲俄国家塞尔维亚和匈牙利,中国正在对上述两个不大认同法治原则的国家进行大举投资。 其次是缺乏坚持到底的决心。 文章是这样写的,德国政治家总是喜欢高举道德大旗,义正词严地批评中国的人权记录,不公平的贸易实践,以及中国向俄罗斯提供帮助的行为。 但是呢,德国的生产和消费层面却完全是另外一幅光景。 对德国消费者来说,价廉物美的中国手机要比公平的游戏规则更为重要。 对于德国工业界来说,从中国进口价格优惠的前期产品更是不可触碰的底线。 呼吁同中国脱钩显然是幼稚的,但只要德国人的思维能够突破汽车工业的局限,那么去风险就完全符合德国的根本利益。 毕竟,新冠疫情和俄罗斯天然气的例子已经充分地显示出,经济上的依赖性是何等的危险。 时代周报在线版发表评论指出,欧盟不能被中国领导人的魅力攻势所迷惑。 作者Michael Buckfish认为,习近平十分地擅长糖霜画术外交。 中国支持法国办好巴黎奥运会,欢迎更多法国朋友复华,决定将对法国等12国公民, 短期来华的免签政策延长至2025年年底。 除了宣布这一免签优惠政策之外,习近平还许诺中国将继续地开放市场, 宣布和法国共同投资航空航天、生物医药和人工智能等领域。 然而时代在线的这篇评论认为,人们不应该被习近平有关自由贸易的言论所迷惑。 在他兵兵有礼的面容背后,藏着完全不同的内核, 这位来自北京的客人首先认为自己是国家利益的强硬捍卫者。 其实马克龙在邀请冯德莱恩来巴黎共同会见习近平的同时, 原本也邀请了德国总理肖尔茨,但是后者拒绝了。 作者认为这是一个短视的决定,对于政治来说,象征意义也很重要。 如果马克龙、肖尔茨和冯德莱恩共同亮相, 也许就能更好地向习近平展示欧洲的团结一致。 遗憾的是,德国总理仍然坚持前任默克尔的以贸易促转变战略, 然而礼貌的姿态和对相互之间市场自由化的呼吁并不能让他在中国走得更远。 这一点想必肖尔茨4月中旬在北京与习近平会晤期间已经察觉到了。 他在行前就明确表示,反对欧盟向中国电动汽车实施制裁, 然而却什么也没有换来。 文章最后呼吁到,欧盟是时候醒悟了, 过去的先例早已经展示了中国的强硬做法。 十多年前,欧洲被中国政府补贴的太阳能电池板所充斥, 很多企业面对它们低廉的价格根本招架不住, 只能是关门停业。 而当欧盟联会想要对这些产品征收关税的时候, 北京就开始发出威胁并且在欧盟国家之间制造分歧裂痕。 最终的结果我们都知道了, 欧盟太阳能产业至今一蹶不振。 现在布鲁塞尔最怕的就是同样的剧本在汽车领域重新上演。 作者认为只有面对欧盟强硬、压力和团结一致的行动, 中国才会做出反应。 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关键词就是对等原则。 如同欧盟贸易事务专员东布罗夫基斯基所说的那样, 要么两个市场都开放, 要么两个市场都不开放。 您认为欧盟如果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惩罚性关税, 是否会引发贸易战呢? 中国和欧洲究竟是朋友还是敌人? 如果是介于两者之间, 那么距离哪一边更近一点呢? 欢迎留言告诉我们您的观点。 以上就是本期DW德国之声德媒怎么说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点赞订阅固然好, 独立思考价更高。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次再见。